有钱人都是带着脸残疾的 你没发现没有 刘强东他眼睛有点问题 分不清美和丑 马云这个人有强迫症 明明不喜欢钱 还却占有那么多财富 王健林他不识数 竟然说一个亿是小数目 什么叫有钱人 花五万块钱买一手表 叫不叫有钱人 这当然不叫有钱人 花五万块钱买一双布鞋 才叫有钱人 花五十万买一系车 不叫有钱人 花五十万买一自行车 才叫有钱人 花五百万买一套别墅 不叫有钱人 花五百万买一圈农家小院 才叫有钱人 花五千万买一小公司 不叫有钱人 花五千万买一小鱼塘 才叫有钱人 所以以后看见我们这些走路的 骑自行车的 种地的 养鱼的 都客气一点 说不定你一不小心就成了土豪的朋友 兄弟 人生中有三大桌 出生的时候摆一桌 结婚的时候摆一桌 挂了的时候摆一桌 不过这一桌一桌的 你基本都吃不上 因为第一桌你不会吃 第二桌你没空吃 第三桌是别人吃 人生中的四大无赖 事业中不上不下 生活中不进不退 爱情中不前不后 总觉得不好不坏 人生中的三大悲剧 熟得没法做情侣 饿得不知吃什么 困得就是睡不着 人生中的三大悍事 育娘有不交 育娘机不握 育好段子不点赞 生儿子你能高兴两天 出生那天和结婚那天 剩下的日子你天天不高兴 生女儿你有两天不高兴 出生那天和结婚那天 剩下的日子你天天高兴 生个儿子爸爸高兴 爷爷说哭的日子还在后头 爸爸问爷爷你咋知道 爷爷说我哭过 生个儿子等于生个敌人 长大后再带回一个仇人 生个女儿等于生个亲人 长大后再带回一个仆人 住女儿家的老人 他扬眉吐气 住儿子家的老人 他吞声忍气 生个儿子爹妈愁 生个女儿住高楼 生儿子是赔钱的 生女儿是赚钱的 重男轻女是脑子有问题的 都说女儿自从找了男朋友以后 父母就会有一种辛辛苦苦种的白菜 被猪拱了的伤 可是我一堂兄自从找了女朋友之后 都不回家住了 天天丈母娘给她做各种好吃的 莫不思熟流连忘返 自己先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老母亲45度仰望苍穹嘴里念叨着 说不知道白菜有没有拱着 反正养了快30年的猪肯定是丢了 兄弟们 女大三抱金砖 女大五赛老母 若是大理25 全球都有你做主 所以找对象还是要找一个 比自己年龄大的 因为又忘夫来又靠谱 cis红肯定是丢了 是业绑的